花林文旦佑下周开始即将进入采收 而为了稳定市场的价格 瑞瑟香农会是结合国内的生计大厂 以及加工业者来合作 收购250公吨的加工果 而现府不落人后 也将从8月30日开始 以每公积10元启动 预计总收购1250公吨的文旦格外品 作为有机植土壤改良的资源之用 青绿呈现正三角形状的文旦又果 一粒一粒悬挂树梢 24号起农民也将正式采收 而为了稳定市场价格 瑞瑟香农会结合国内生计大厂 及加工业者 合作计划收购250公吨的加工果 进一步来做加工 本会会配合我们农粮署及 县政府的文旦又多元循环经济利用的计划 本会预计于8月24至8月30号 采用大果先登记的方式 正确收购的时间 我们待县府正式核定公文后 我们再续办理 如是江农会前脚制定完 文旦加工果收购作业流程等相关事宜 县府不落人后后脚跟进 计划从8月30号起 启动第二阶段大果收购机制 结合县内文旦主要产区的瑞瑟 玉西、光复、奉荣 以及受封五大农会 以每公斤10元的价格来收购文旦格外品 再由花林县农会集运进行 有机肥料土壤改良等循环利用 那如果需要登记的农友 就是如果是国有地的话 需要带租赁契约 然后私有地的话 就是带个人的土地权状、身份证、印章、存责 来我们推广部办理登记 县政府希望借此达到农民小果有赚 大果没赔的目标 增加农民收益 也让消费大众都可以品尝得到 最优责的花莲文旦用 记者石玉兰瑞岁采访报道